Hello 大家好 我是靈魂 回来看我的视频 我是一名在COVID ZONE工作的加拿大主持人 所以现在大概是11点45 我刚刚上完我的晚班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防护服 防护服在我脸上留下的印子 手上留下的印子 这个的话原来是为了捏我的口罩 现在也崩掉了 这是医院发的服装 然后现在我要去换衣服 然后我妹妹再借我的衣服回家 大家好 我是靈 现在是2020年12月21号的早上10点半 我刚刚起床 就是昨天好像做了晚班 然后凌晨的时候在睡觉 所以现在刚刚起床 然后今天的行程的话 也我想做一个Christmas Vlog 就是只是20 为什么在那边偷了呢 啊 跑题了 这个看得我好难过 等一下 就这样子吧 今天的行程的话呢 今天是我要11点钟的时候去取 我预定的一个圣诞蛋糕 给我妹妹过生日的 然后接下来回家干点事情 下午要去打Covid的预防针 嗯 因为最近就是 不是最近 就是昨天开始在Covid的 unit里面开始工作了嘛 然后所有就是在我们医院里面 Covid工作的工作人员 都是有优先权打这个预防针的 所以我今天下午2点10分的时候 再去打这个预防针 然后就应该没有多少行程了 就是在家里面干 自己家里面应该干的东西 剪辑一些视频 练钢琴 健身什么的 那让我们先去穿衣服 或者再换这个礼品 这个蛋糕店的这个预约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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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迟到了 火速出门 现在已经是10点55了 然后我要去啊 拿我的那个蛋糕 拿完蛋糕之后回来应该可以吃中饭了 吃完中饭之后我就我就 我就干净其他事情 然后等到1点半的时候出门去打预防针 我太急了 这些看起来都好好吃 我拿到我的糕点了 甜点 这个甜点是给我小妹妹过生日的时候 小妹妹两个小妹妹过生日的时候订的 然后原来只是订了一个 然后想着说家里面弟弟妹妹那么多 他们会不会嫉妒 那么我有顺手再多买了几个 原来原本的话以为是说只有预订 哎呀我要开车吗 原来原本以为说只是预订才能买 然后呢发现说好像不预订也能买 所以我又多买了几个 然后现在是 我还得去一趟药店 我的护肤品没了 所以去完药店再回家 所以现在是下午1点15分 然后我现在是要去打疫苗了 那么就让我们走吧 我们的疫苗的话呢 我们的疫苗的话呢 就是就是加拿大那个认可的那个Pfizer的疫苗 然后也没有其他疫苗或什么的可以选 所以就是就是打那一针 然后我这一次打完了之后呢 因为我这疫苗是要分两针打的嘛 那么第二针的话呢 是要在1月10号或者11号的时候再去打一针 嗯 看吧 今天打完了之后 要是发高烧什么的话 那么很可能这个Christmas Vlog 就没有办法继续了 但是我通常我打疫苗的话 都是没有多大反应 就是连那个手臂酸痛我都没有 所以就是希望这一次的疫苗也是一样 就是不会有太大的不良反应吧 所以我到了 然后现在要 我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我在手机上面录 总是感觉要比我在大相机上面录要好看 角度问题 角度问题 好啦 好啦 vaccination 我想知道是哪个 这边吗 好吧 所以我现在打完疫苗了 然后现在要回家准备明天 工作稍微小时的中饭和晚饭 然后需要做运动 联钢琴 剪辑我的视频 然后大概就可以睡觉了 回家 然后这次的疫苗也是比较成功 我并没有任何的 现在的话我手臂也没有多少酸痛 但我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 明天要是一个手臂酸痛 然后工作12个小时的话 可能会比较漫长吧 这个12个小时的工作 让我把我的帽 勾换 所以现在要运动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这边是打疫苗的那个地方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不良饭 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的不良饭 进取下els 簽纸视频完毕了 然后现在只要导出来就可以了 你们能看到大阵的那个agi 有空吗 所以现在已经是晚上快要10点了 然后我应该洗澡了 然后我就写这个 这个睫毛膏已经沾到这里了 所以我现在这个胳膊的话呢 我通常打疫苗都是这样 就是胳膊这方面 就是什么肌肉酸痛啊 这些都是几乎是不存在的 我打疫苗每次都是发烧都不发烧 然后呢还有就是打完疫苗会 格外的抗风 所以现在我还是很OK 然后具体情况 可以明天早上吧 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反转 所以我明天早上的话呢 是白天要做12个小时的白班 所以现在已经10点了 我应该洗澡 然后赶紧去睡觉了 然后我已经把我的那个 疫情update的video剪辑完 并且已经upload上去了 所以没有看的不想看伙伴们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 拜拜 谢谢观看